欧冠16强的名单已经出来了 咱们关注一下欧洲五大联赛球队的表现 英超毫无疑问 还是当时第一联赛 参赛的四支球队全部出现 而且三支球队是小组第一 曼城切尔西热刺 利物浦是小组第二 那么德甲四支球队也全部出现 当然他整体表现不如英超那么亮眼 但是德甲四支球队整体出现 在欧冠小组赛当中也不是常见的 像拜仁 多特蒙德 阿尔比 莱比锡 还有法兰克福他们都已经全部出现 但是小组第一没有英超多 那么德甲可以排在第二 那么一甲本赛季 我感觉表现的还是非常非常亮眼的 虽然说纳伯勒斯是小组第一 国际米兰和AC米兰是小组第二 但是一甲球队能够做到三支 在欧冠小组赛当中出现 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除了那个拉肚子的余文图斯 这也是我一直不喜欢尤文图斯的原因 其实我对一甲球队普遍的我都很喜爱 除了尤文图斯 我为什么讨厌他 内战内行 外战外行 一打欧冠就拉西 一在一甲联赛欺负这个联赛当中的小兄弟 一个比一个来劲 这个就是我讨厌尤文图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这个欧冠的战绩真的是不行 西甲相对来说有些没落 或者说是有些孤单 就剩皇家马德里一支球队了 剩下参赛的那几支全部被淘汰 你比如说马德里竞技 连欧冠欧联杯都打不了 巴塞罗那 那个曾经的大侯门连续两个赛季 要去打欧联杯了 包括塞维利亚 这都没出现 那么法甲就是巴黎圣尔曼 一支独苗 这个法甲的门面还是巴黎圣尔曼 那你像马赛他也有机会 只是自己没抓住 那么需要注意一点 葡萄牙的球队还是很生了 葡萄牙球队除了李斯本竞技 那剩下那两支 布尔图和本菲卡都已经出现了 而且不光是出现了 而且这两支球队都是小组投名出现 这对于投入球星 关注度比较少的这种 葡萄牙的联赛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这也足以见得葡萄牙联赛 这些年他所取得的这种进步 欧冠十六强的名单 基本上就摆在这了 当然了还有比利时的布鲁日 巴黎圣尔曼我们非常关注的 他已经排在小组第二 看看他会抽到哪支枪队 小组 2 3 6 7 8